所以世元界現在最擔心 現在就是妳的頭髮 我比較擔心風比較大 老婆幫我整理一下 好 謝謝妳 怎麼世元界楊承霖和黃沛駕 都以這麼復古的造型登場 原來三人是出席新戲 臥三下我愛你開進記者會 故事改編至真人真事 是熊耀為導演劉莉莉 董金吳以及王美 寫下的一無兩棲愛情故事 而楊承霖扮演主角劉莉莉 也戴上短假髮 我有架勢 劉莉莉導演她一支短髮 因為我礙於戴顏洗髮精的關係 沒有辦法剪掉 對 很可惜 因為我本身其實也是很喜歡短髮 但這次也試了好多好多頂的假髮 就為了最貼近劉導 所以覺得能夠用不同的樣子 讓大家看見在戲劇上 不一樣的狀態 我覺得很棒 而且更棒的就是真人真事 因為這是我一直夢寐以求的 我覺得演員要演到真人真事 真的是很不容易 所以她的挑戰一定是更高更大 楊承霓既紅衣小女孩2 又再度演出需要抽菸的角色 不僅如此 從年輕演到老的她 還可以壓低嗓音 模仿年長者的聲線 我覺得壓低嗓不用很刻意 因為我有聽到 劉導有 我只聽過她講兩句話 然後她那兩句話剛好是在片場 應該是在罵人 可是聲音沒有想像中是那種低沉的 不是不是 她只是丹田很有力 對 所以她並不是一個那種低沉嗓音的人 但是我說的第一層是指說 我們可能到了七八十歲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種自然的 一種 狼狂 對 那種聲帶的一種變化 聽得出來 年輕人的聲音跟老人家的聲音是聽得出來的 那抽菸真的就 我最近在家都是 摺衣服做任何事 我菸是沒有點摺 但至少讓我習慣手上夾東西 或者是嘴上叼著菸 我覺得有一根菸現在已經很 就是感覺就被我捏得很爛 因為我就是一直拿它 但我沒有想要抽它 我只是想去習慣它 雖然抽菸並不是這個 戲很重要的部分 但是既然這是她的習慣 我也希望盡量成為我的習慣 來自櫃 sint